全球大势不漏网 然后上面会有一个放大镜 这个放大镜的地方 您搜寻中广新闻这四个字 这个四个字搜进去之后 会看到有个影片上面有 直播两个字是红色的字 点进去之后 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 直播的一个影片 当然如果您现在在收看 我们的直播的话 大家就看到 现在在这播音室当中 不是我一个人在现场 在我旁边有我们中广 中午时段过去这午餐时间的 主厨特餐 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 小七车观点的小七曾燕豪 现在在我旁边 哈喽小七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小七 小七曾燕豪 也是大家可能在电视上面 常常看到熟悉的脸孔 因为很多的这个 电视的车子的节目 常常请小七上节目去聊车子 这车子听说 单轮的两轮的四轮的多轮的 还有这个什么车子 新车旧车二手车等等 都可以问你 没有问题可以考得到你的 所以今天小七会在这边 跟我们陪伴到中午的12点钟 大家可以等一下 call in进来 如果您有任何对车子 有关的一些问题 都可以跟小七来做一些讨论 跟我们聊聊天 call in电话请先记下来 现在还没有开始 02-250-155-15 02-250-155-15 就是我们等一下的call in电话了 小七我应该称你叫做 应该就是车子有车模 那你常常上这个电视的车子的节目 应该叫做车名嘴 还不到那个程度 好 其实我们知道说最近这几天来说 你大概如果打开电视啦 或一些新闻 常看到的一个题目 就是讲外送 外送的这个事情 大家其实都很有感 在外送员就在连续假期 外送的朋友出了这样的意外 甚至还发生说 可能有撞人的一个情况 好 外送这事情 我刚刚听到我们叶荣主播 在11点新闻有一个 104人力银行的一个调查报告 他说那个外送员你知道 他的这个月薪 根据调查最高的18万 哇 我很想当外送员 我们还坐在这边干什么 最低的2万块钱 好 18万到2万之间 这任局非常的大 有些朋友大概七成的朋友 是把他当正职在做 不过外送的安全问题 大家其实也就非常的关注了 我们现在从外送的这个经验来说 好了 小七自己平常有使用 这外送的平台 帮你送一些美食外送之类的吗 我们自从这个两大平台 外送平台兴起之后 我家大概 就最大 常听到那两家 对 就常听到那两家 我们家晚餐 有时候一个星期至少一次吧 一个星期至少一次 那怎么去做呢 那很容易啊 就下载他的APP 对 好 我们其实有下载APP 我们给看直播的朋友看一下 我们先以其中一家 好 他那个熊猫还会给你扎扎眼睛 因为有些朋友说 我常在新闻当中听到说 外送外送 我们有些听众可能稍微年纪长一点 不太清楚说 现在到底外送平台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好 你先用你的这个行动装置去下载 这个外送的APP 这个APP下载之后呢 可以定位一下 因为他其实就是定位 你现在所在的位置 然后呢 你就会知道说 在你这附近呢 我们不知道这直播朋友看不看得到 会反光吗 好 你就会看到说 现在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直播 可以选项服务 有餐点啦 有饮料啦 那每一个这个餐点的旁边呢 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说 送这个东西 这家店可能会加收你30块钱的服务费 40块钱的服务费等等 那在旁边有显示 他外送到你这边的时间 可能是25分钟 有的等久一点45分钟 你看一看 这个东西是你现在想吃的之后点进去 点餐之后放到购物车 然后就可以结账了 是 那结账也不会另外结 因为你注册的时候 就会跟你的信用卡联动 对 一个是跟信用卡联动 还有一种是获到付款 是获到付款也可以 获到付款 那就是你先告诉他说 你是要获到付款 那到时候这小哥就会 时间到了拎着你的东西 就送到你家来了 是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点的话 等一下下节目刚好就送到了 不会有的非常快 真的 那我们要赶快把零钱留在外面 好 所以其实这外送的服务 难怪这么的方便 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使用外送的服务了 对 不过其实台湾 外送服务的 已经蓬勃了一段时间了 但是最近的几个新闻 才让大家注意到 像前一阵子有一个 我们在总统府前的那个女中 这个门口中午的时候 有很多的 这个外送车都在外面等 就那时候新闻媒体 就大坐了一阵子 听说每天中午的时候 都有很多的这个电视台记者 他们就守在学校门口 于是这些孩子们 出来取餐的时候 就要被媒体问说 你为什么要用外卖呢 清凌姐应该有 谢明跟李宁宝 对 然后小孩子们都说 这个每次中午出来取餐的时候 心情就会有压力 不知道又要被媒体给拍到了 我有时候经过那个 北宇女中门口 我看那个景象 真的跟新闻报的一模一样 对 就一片粉红海 对 很多外送人 你说那些那个粉红先生 他们到现场去之后呢 因为还要等孩子们下课嘛 所以彼此就会开始聊天啊 对 哎呀你今天的状况怎么样啊 彼此交朋友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社交平台 不过好像那个新闻报太大之后 学校方面在这个交通上有说 哎稍微的挪一下 不要在这么的 要交通拥挤的地方 好 这是在台湾的一个 外卖外送的一个现象 除了这高中 有些学校是有开放外食 其实在这个大学里面 很多孩子他们的就宿舍里面 现在交外食也非常的 对 非常非常多 因为很多人都宅在宿舍里面 不想出去 因为像我们家隔壁 也是某所大专院校 我每次也吃饭时间 一经过那校门口 就是啊 也是一片粉红海 不然就是一片这个 另外一家 的外送业者 也非常的多 是好 其实台湾这边 因为你现在行动装置 我们刚刚也介绍了 他的整个 去叫外卖 非常的方便 所以才会造成现在这个现象 那这几天的新闻 主要就是一些安全的问题了 还有是不是雇佣制啊 还是说是承懒的一个情形 好像不是只有台湾而已 在包括中国大陆 这外送外卖的情况 也是非常的夯 而且已经夯很久了 对啊 像我大概五六年前 那时候在北京居住的时候 我几乎所有食衣住行的东西 全部都是上网买来的 那上网买来之后 很快就送到我 这个门口 所以我也不用出门 是 到底有多快 有多快啊 比如说那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 我买了一支原子笔 一支原子笔 一支原子笔 那不去书局买就好了吗 根本就不下去买 我就上了京东买 那买了之后呢 我大陆的同事跟我讲说 很快就送到了 我还不相信 因为那时候台湾 大概网购 大概都要三天吧 才会送到家里 结果我早上九点钟订 中午前就送到了 九点钟之前订了一支原子笔 中午之前就送到了 就送到了 在这外送小哥 就是送你这一支原子笔 对 但运费比 那个原子笔贵很多 你怎么不自己跑去书店买一下就好了 很远吗 但其实书店有点远 所以他们都非常的夯 我看到有一个资料说 数据说中国大陆的这种外卖小哥 光是注册的人数就超过七百万 真的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 你知道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 看到他们早上 我一早走路去上班 从酒店走到公司的时候 就看到每一条巷子里头的巷口 都会有三五个人在集结 集结在干嘛 有时候好奇问他们 他说等领导来点 就是点人 你早上一早的时候要先点人 比如说这一组有三个人 他就聚集在那里点 你这三个人就负责这一条巷子 所以他们有一些是用走的 那很多是骑脚踏车 甚至骑三轮的送货脚踏车 你说用走的去送外卖 对 脚踏车送外卖 大部分是脚踏车 脚踏车送外卖 是 所以非常的好 有开车的吗 开车当然有 但开车他就送到某一个集中站之后 这一些骑脚踏车的人来取 取了之后再送到更深的巷弄里头 是 所以他们的外卖非常的多 好多 好多外卖啊 外送啊 还物流 物流的情况 所以台湾其实 看起来这也是一个 走不回去的一个趋势了 确实 会越来越发达 好 其实你知道它其实影响到了很多的一些 大家说 第一个 你外送外卖的多 你的一些比较不环保 你的包装多 然后要送出去的时候就 东西都要去打包啊 这些 可能感觉上 比较没有那么环保 但这个趋势 回不去的几个原因 你觉得有哪些 我觉得当然是网络的发达 网络发达 让很多 以前需要人力 或者需要时间的事情 通通都不需要了 都变得非常快速 是 那另外一番确实很方便啊 你看像我们家最近 在开始用点餐之后 几乎真的很少 去外面买 买吃的东西 是 因为实在太方便 而且现在初级 运费其实不多 可能都 二十块 三十块 有的还免运 有一些还免运 对 所以 因为很方便 所以一用之后 就回不去了 是 我记得我今年暑假 到日本去 玩的时候 在常常搭 那个东京的地铁 我在地铁上面 看到印象最深刻的 一个广告 其实就是这种 外卖外送的广告 那他诉求的 那个场景 有男生版 有女生版 就是这个 当事人可能一早起来 蓬头垢面的 打个哈欠啊 根本也不用怎么梳洗啊 就觉得 肚子饿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于是就叫一个外卖 然后衣服也没换 妆也没化 口红也不用擦 这时候叮咚 就送来了 东西就到了 真方便 真的很方便 他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比如说 以前有时候 一个人到餐厅去 去吃东西 那个两个人的位置 一个人坐 有点尴尬 现在靠这些外送外卖 好像就可以稍微的 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这宅经济 现在真的是风起云涌 对 以后人就越来越窄了 对啊 根本不用出去跟人家社交 根本没有看到人在路上走 全部都是这些 这个外送的车子 跑来跑去 而且我发现这些外送 因为现在科技也发达 金流部分大概都解决了 所以像我们的使用习惯 大部分也不会现场付钱 就是直接信用卡扣款 真的 所以外送员就拎到你家门口之后 你一拿 门就关起来 连跟外送员的社交都没有 哇 这怎么办呢 对啊 结果社交最多的是跟社区管理杯杯 真的 社区去拿东西的时候 不过其实外送员 他们有很多的辛劳 他们就说 有时候你外送送到这个 什么社区里头 可能就稍微有点酸言酸语 这个管理大楼的杯杯 事情变多了 平常可能就是在那边看电视 等着人家收发一些邮件 像外送的人太多了 所以就管理杯杯 工作变得忙碌了 对 很辛苦 还有人说 他最近可能接下来会造成 房地产或商圈的一些变化 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昨天开车的时候 听我们中广 我听到不知道哪一个主持人在讲 所以这个将来 店面的价格会掉 为什么呢 以前开店面 比如开一个餐厅 或者是什么 可能要找一个 比如说中央东西市段 人潮多的地方 不然捷运站口 有人潮 店面才有人来买东西 现在不用 现在你如果开一个面馆的话 你大概开到巷子最里面就好了 因为大部分 如果你做的是外送单的话 你不需要店面 对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不需要店面的话 店面的价格或房租 可能会降下来 就那导电潮 可能又会越来越多 就店面 第一排的店面 现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是 他可能靠着外卖 那你在这一些相关的APP上面 看起来 他的照片拍的漂亮 然后他的价格有竞争力 可能他就可以做到不少的生意 当然现在有新的产业新奇 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网路的小编 网路小编 网路小编也是属于外卖经济的一部分 当然 怎么说 你知道吗 这个其实可以用我们中古车商来看 我们中古车商以前都要租在成德路第一排 要在大马路旁边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古车商 他不需要 他租停车厂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卖中古车 主要是在网路上卖 对 所以网路需要很多这个漂亮的照片 华丽的词汇 吸引人家来看这部车 要不然每一部车长的都一样 谁会来看 你谁要看呢 所以网路小编兴起了 是 这是怎么美化他 对 怎么拍漂亮的照片 怎么写华丽的词早 吸引大家来看车 其实网路小编不是只有1450会正式服务 各行各业 其实都很需要这个新的经济的兴起 这个新的行业 所以他就不需要去租更好的一个店面 或者能够接触到他的客群 他的停车场可能可以在某某的深山里面 当然还是要叫那种便利 因为客人要去看车 但是不用租在一级的战区 甚至最好的地段 他可以可以推到巷子里头 或者是可以推到大楼的地下室 就一般的车位 可能租个十个车位 我就可以开始做中古车的车商这个买卖 所以这个形态真的是在转变 对好 形态的转变在很多的面向 所以真的脑筋要动得快 有时候你还是用原来的方式去做生意 你会发现路越走越窄 但是调整一下 所以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一些新的趋势在发展当中 当然我们能够了解更多 我们刚刚其实从中古车商就已经慢慢回到我们的车的内容来了 今天竟然请到了我们的小七 来到节目当中 小七车观点的小七曾彦豪 来跟大家聊聊车的问题 刚从外卖的新闻开始聊起 当然现在有很多的车子变成了 能够迅速的来运输的重要的工具 那摩托车前两天的这些意外事件 大家就想到说 怎么样让这些外送员 他们的骑摩托车 现在大部分台湾都是以骑摩托车为主 能够更安全 我们有没有一些科技方面能够帮助他们来 当然了 摩托车跟汽车相比 毕竟不一样 因为摩托车两个轮子而已 对 肉包铁 肉包铁 而且它的平衡性非常重要 我们车怎么开 除非你机械驾驶 否则不太会偏离原来的路线 那摩托车不一样 摩托车你如果要偏移原来的路线 失去平衡非常的容易 比如说你刹车的时候打滑 是不是就会摔车 我们俗称的雷惨 那这个其实我相信 不管骑交车车或摩托车 大家都有经验 所以政府 我觉得这方面确实是有做一些事 他们现在法律规定 就是你现在出厂新的摩托车 你必须要配配ABS 要不然就CBS 这两个东西是什么 ABS我们先来讲好了 我有准备图片 我们给直播的朋友看一下 这是我们摩托车前轮的刹车 那它上面你注意看 避震器上面有写ABS三个字 代表这一台车 这个地方有写ABS三个字 对那代表这台车是有ABS的 那这是现在法规要求的 有ABS有什么好处呢 ABS就是防锁死刹车系统 防锁死刹车系统 对我们摩托车其实最怕是什么 最怕紧急刹车的时候 车轮锁死 对 车轮锁死之后破坏了原来的平衡 然后就会摔车 摔车但肉包铁嘛 就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伤害 好那照片的话 这个是有ABS的车子 这个摩托车的 这是前轮吗 这是前轮 这是前轮 那旁边这个红色是什么东西 红色这个东西叫刹车卡钳 那以往如果没有ABS的话 我们手一煞 它的油压一送到刹车卡前 就把这个碟盘 碟盘就是银色这一圈 是 咬住了 咬住之后车轮就锁死了 那锁死之后呢 当然就在地面上 会产生这个打滑的现象 那就车就摔车了 那ABS是怎么样点放吗 ABS它就是靠这个电脑 去点放 它每秒可以点放非常非常多次 所以可以让车轮保持在最高的摩擦力 让它刹车的效果变得非常好 而且可以控制方向 所以我们摔车的情况就会变得比较少 可以有效降低 所以我在想 如果说像我们这些外送员 它骑的摩托车如果说有ABS的话 当遇到紧急的状况的时候 它急刹的时候 它就可以一方面 它可以确保它的方向 一方面它也比较不容易失去平衡摔车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那现在政府也强制规定要安装了 新车都要安装ABS 或者是CBS 或CBS 就是二选一就可以 二选一 那CBS的话 它其实就是前后联动的刹车 我们有骑过摩托车或脚踏车都知道 我们前后轮的刹车是不是都分开控制的 对什么左边前刹后刹 脚踏车我比较熟 脚踏车也是嘛 对对 左边跟右边分别控制前轮或后轮 是 好 这样 但是呢 因为我们人 左右手的控制 或者是脚加手的控制 不会非常的精准 好 那刹车的比例就会不精准 所以也会失去平衡 失去控制 也就是说我的这个左右手 有时候你拉刹车的时候 你的左右手的力量不一样 其实也是车子不能够平衡的原因之一 是 那其实刹车的话 刹车 最重要刹车力是在前轮 那你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骑摩车 只刹前轮 会怎么样 会犯跟斗 好 可以想象 那 当然后轮 对 后轮也要适当的刹车比例 那人的控制没那么精准的话 如果这时候有机器去控制的话 他就可以控制比较精准 可以让前后轮都比较平衡 所以就比较不会产生摔车的状况 所以政府现在在要求的就是 APS或者是CPS 你两者新出厂机车要择一安装 那现在政府又针对 有安装APS的车子 有给予补助 因为前一阵子也闹了一个社会的议题 就是 这个政府强制安装 这个时候我们机车都涨价 一涨就涨了三四千块 或者更多 那我们这些庶民怎么办 买摩车车大部分 大家都是一些 比较需要 真的在这个社会上劳动的人 那 如果说涨价的话 大家买不起了 所以政府这时候 有很快的一个对应的策略 就是说 针对有ABS的摩托车 来给予补助 你只要买新车 你给予申请补助 也就是说 虽然厂制要求你 ABS或CBS二则一 但是政府有给你补助 那这个补助 其实就算是有点补贴了 对 就是有点补贴 等于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说是 现在政府 花钱 让大家都可以升级 有ABS的摩托车 当然你只要买新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对于大家的安全 会有进一步的保障 那我如果是老车呢 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 外送朋友 他自己摩托车 是自己自备的 就不是公司提供 不是新车 那我是这个已经 可能已经骑了五年 十年以上的车了 怎么办呢 那个也没有办法加装 那没有办法加装 加装是比较困难的 但你如果有钱 硬要加装 当然一定可以 但是这个投资报酬率 可能不高 可能就买一个新车 差不多了 可能还是换新车 会比较恰当 比较快 电动摩托车 现在非常多 对 考一下小七 电动摩托车 有ABS CBS吗 有 以现在市占率 最高的Gogoro来说的话 他前一阵子 好像我记得上个月 才刚推出了 有ABS的车款 那另外一家 比如说中华汽车的 I125的话 他标准配备 也有CBS 是 好 我们现在时间是 11点30分了 您收听的是 中广新闻网 11点钟的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张庆林 好 我们等一下要进一段广告 在广告之后 也许我们就可以 开放call in电话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 在我们YouTube上面的朋友 现在在看我们 网络直播的朋友 有什么问题 您可以 也许用YouTube上面的留言板 我旁边有个即时留言板 可以留您的问题 来问小七 或者是可以call in进来 来跟小七聊一聊 你的车子 是不是最近有什么状况 或者是 你想要买新车 想要给一点建议之类的 全部都可以来聊 好 我们的call in电话 记下来好吗 02-2501-5515 02-2501-5515 我们在休息片刻之后 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上午十点钟 邀请明家 郑村琪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龙斌 徐巧新 陪您 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上午十点 重磅出击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傍晚五点钟 邀请李俊逸 王玉敏 钟嘉宾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下午五点 准时收听 新闻网改版咯 重新出发 谢彦荣 七点钟 三十五分钟 早报新闻 李雅园 十二点 午餐新闻 黄丽凤 十八点 新闻院 还有十分钟早报 新闻早点名 理财APP 手机 桌机 收音机 锁定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要广 全球大势不漏网 全球大势不漏网 我们不再是我们了 我们依旧是我们啊 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元 我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七日 新闻随时听 资讯随时新 三十分钟掌握世界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好 现在时间是十一点三十三分 欢迎回到中广新闻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庆林 好 我们现在在直播的 这个直播录音室当中 在我旁边的是中广新闻的老朋友 我们主持人特餐 过去大家常常每个礼拜 都可以听到他分享很多 车子相关知识的 小七车观点的小七 曾燕好 哈喽小七 我们跟直播的朋友挥手一下 好 我们call in电话 02-250-15515 02-250-15515 现在已经开放 大家可以call in进来 其实我有点担心 大家没什么车子相关的问题 应该不会了 这平行十一点的时候的节目 有时候比较常会聊一些政治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要讲 我现在要竹针 那是昨天 可能大家比较会call in吗 好 您对于这使用车子 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呢 现在都可以call in进来 02-250-15515 或者是你觉得现在 你常常看到这个外送员 在车在道路上面的一些驾驶行为 你觉得有一点点想要说的话 也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天 好 或者是在YouTube上面 可以留言 我们的直播的旁边 有这个留言板 现在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 02-250-15515 请问你好 哪里打来的 怎么称呼 你好 我台中王先生 好 台中王先生 你好 请问你有问题 要跟小七聊一聊吗 是 是 是 但是可能还是有一点政治 好 我是觉得外送 不是今天才开始啊 对 怎么要等到死了呢 才知道要怎么办呢 就跟那个断桥一样 为什么要让生命来换 执政的人的经验呢 他们是看新闻 还是看媒体来执政吗 那上次我就讲过 那个断桥的事件 执政的人 他如果没有心放在执政的话 这种悲剧会不断的重演 这个外送的 早就开始了 那个外送的满街跑 是不是那些执政的人 他们平常叫外送 都没想到说 他的责任在哪里 是 你觉得说现在 有点慢了 媒体已经爆出来了 他才知道要该怎么做 那不是执政的态度 不是为民的态度 是为他自己 在打击一己 在为他自己磨福利 才会变成这样啊 谢谢 好 谢谢台中王先生 认识我们11点的 固定的听众朋友 02-250-15515 我们的call in电话 还是持续在开放当中 当然王先生他也提到说 他看到这么多的新闻 对于外送的一些现象的讨论 这个事情真的 我们外送的文化 在台湾已经流行了 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最近真的 引起了很多的一些讨论 好 还有朋友在电话线上 哈喽你好 哪里打来 怎么称呼呢 我姓谢 是 谢谢您哪里打来的 台中 也是台中的朋友 好 谢谢您有什么问题吗 关于这个机车的问题 是 这个外送员 为了要多赚一些钱 真的骑摩托车骑得太快了 假如说 你再有什么ABS啦 CCC什么S啦 CBS 你就是有再好的设备 你假如不整守规矩 或者是说 只是为了你自己 一直想要抢业绩 我看也是会出问题 是 刚刚那位先生讲的说 政府还是要有一些作为 才有办法遏阻 这些 这些 即将要夸生的事情 我觉得是对的 好 谢先生也是觉得说 尤其是外送朋友 开车 骑车的安全 非常重要 的确 大家都想要抢业绩嘛 但是前几天 我注意到 有一位 我们不幸丧命的外送员 他其实是在绿灯之后 才起步 他是被闯红灯的车子 给撞到了 非常地不幸 所以也要呼吁大家说 行车其实要遵守交通规则 但这个 如果为了要自保 我认为 也建议这些外送员 确实 车骑慢一点 会比较好 是 就是摩托车 其实真的 自己也要注意 交通规则的一些情况 我有朋友说 他在那个 体外变道运动的地方 就突然看到了一个外送车子 骑到大家这个脚踏车的步道上面来了 真的是比较危险 好 02-25-015-515 02-25-015-515 我们有听众朋友 在我们YouTube的留言板上 这黄石流 他留了一个言 他 谈到换车的问题 我帮他把题目念出来 好不好 厂牌可以念吗 可以 那他问这小七说 去年换车 那儿子一直想买HONDA 那我是女生 想说Toyota好开 后来买了Yaris 这是Yaris吗 是Yaris 那就跟我一样 可是他有点担心爬坡 没有什么力 你怎么看呢 买小车的朋友 可能越是困扰 买小车的朋友 当然年轻人 我认为会比较喜欢HONDA 因为看起来 确实比较外形 对 比较年轻一点 那当然动力 确实HONDA也比较好一些 但是我们比较年长的长辈 可能考虑的是 妥善率 折旧率 或者是保养的方便性等等 那我认为这两个品牌 这两个小车 其实差不多 在国内都是 它是国产的嘛 对不对 对 两个都是国产的 我想他儿子想要买的应该 或者是女儿 想要买的应该是HONDA FIT 是 这个车跟Yaris 大概 它也非常保值 是 HONDA FIT 是不是我们节目里面 曾经聊过 它得过这个年度风云奖 相当不错的一个车款 是 我认为也相当不错 好 当然有不同的考量了 我自己本身是开Yaris 我觉得还够用了 如果说那个通勤上班的 一个情况的话 到年底 好像大家买车的朋友 开始会考虑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年底的优惠 其实还蛮大的 是 年底的优惠大 现在开始吗 现在已经十月中了 现在是买车的好时间 我认为现在不错 好 因为可能买了车 明年一月过年前 就有新车可以看 就有新车可以用 是好 02-250-155-15 02-250-155-15 我们的call in电话 现在还是持续的开放当中 我们还会再开放个十来分钟时间 小七 我们小七车观点的小七增研行 很难得来到节目当中 您有任何买车 或使用车子的一些问题 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call in进来 跟我们现场的来宾来聊一聊 以前我们做单元的时候 比较是用预录的方式 就跟小七聊完天 大家后来听到的是 我们后来预录的音档 这次是直接坐在我们的播音室现场 来接受大家的call in 大家可以把握机会来聊一聊 我们刚刚已经有两位台中的朋友 已经打电话进来了 好 还有一位朋友打电话进来了 哈喽你好 你好 两位好 是 您 我有一台摩托车 然后快30年了 那我现在问摩托车的问题 好 第一就是摩托车 我那是变档的 那那个变档的那个离额器 我们车子离额器 大概六七万 大概要换掉 那摩托车它有那个离额器 有时效性 是不是也大概几万公里 大概应该要换掉 然后第一个 第二个我的坐垫 现在坏掉了 我的坐垫底盘是那个铁的 不是那个小绵羊 那个压克力的 那种塑胶性的 那我现在那个铁的 那找不到了 那我那个要怎么去处理 我不可能去叫人家开一个摩托车 那开一个摩托车比我做一个铁还要贵 这是第二个 好 那第三个 那我现在那个 那个前轮的避震器 就是两根 那左边一根有点会漏油 那我现在换的话 要换两根还是换一根 就这三个问题 对不起先 对不起您哪里打来的 新北市 请不要挂掉电话好吗 因为我想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问题 可以再更进一步的追问您 30年的车子是二行程的 快30年的不是 四行程的 四行程的车子 光阳的 好来 小七来跟我们的这位 新北的先生聊一下 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 离合器的问题 要不要换 离合器其实大部分是取决于你车主用车的状况 如果会骑的人 离合器可以用非常非常久 那如果新手 比如说你都一直叼着手 都一直叼着离合器的话 离合器很快就烧掉了 所以我觉得可以参考你以往多久更换离合器 不会到现在都没更换过吧 没有没有到现在 新车到现在都没换过 真的吗 那你蛮久了 代表你非常会骑 所以我就担心说那个跟车子一样 车子大概六七万公里我是换过的 但是我就怕摩托骑到差不多 我现在是六万多嘛 我想说快到七万的话 是不是也要换掉 这样子 我就怕骑到半路上坏掉 我就麻烦要推车了 其实离合器 我想你车有换过 你应该对于坏掉之前 大概会有一些征兆你应该了解 比如说 有时候会像空档 会打滑 那就空掉就不会动 对对对 所以你等到有这个征兆的时候 你再去换你的离合器就好了 可是我的车子快三十年了 写的零件也都快找不到了 那可以用什么 类似车款的型的那个代用品吗 这个可能你要问机车行 因为那个机车的 这个车种非常的多 那可能机车行他 才有帮忙帮你问这个 比较细的部分 这个好了解 避震器漏油 避震器漏油 我想应该单独换一支是没问题 换一支可以 不用什么左右平衡 没这个问题 摩托车的话 我认为大概 你请机车上去判断 如果可以换一支 但换一支是比较省钱的 好 那有没有解答你的问题呢 那还有一个坐垫 坐垫底下是一个铁的 那我不是小绵羊的 小绵羊它是一个压科 那种塑胶那种的 那我现在要怎么用 是要把它拆掉了 去给你焊接焊补的吗 如果这可以做的话 当然会比较省钱 做的话开个模式很贵 我问过了 他说不可能专门做你这一片而已 对啊 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修了 不然就是请摩托车行 去帮你问材料行 有没有通用的零件 可以来做更换 就是类似的 对 这应该不难找 是 好谢谢 谢谢 02-250-155-15 02-250-155-15 好我们的YouTube上面直播也在进行 所以有朋友开始在我们的留言板上 有问一些问题 像有一位朋友问说 想把古沙改成叠沙 可以吗 什么车呢 是机车还是汽车 真的 汽车也有古沙跟叠沙 有有有 汽车也 现在还是有很多 应该是讲机车吧 是吧 是吗 不晓得 如果我 我两个都解释一下好了 好 如果是机车的话 机车的前轮 大部分机车的车款都会有分古沙或叠沙款的 早期 那现在叠沙款比较多 那如果有通用零件的话 要改 当然没问题 但是你过户的时候 可能没办法过户 真的吗 对 为什么 因为过户机车的话 要做验车 那如果古沙改叠沙 就是善改车体 那个就不能通过检验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先知道的 那要改的话 如果有叠沙款的时候 你用原厂的零件改 是没有问题的 那汽车的部分的话 汽车现在有古沙 大部分是后轮 那后轮如果有原厂 也有推出这个叠沙款的话 要用原厂的零件要改 大概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一样定期检验的时候 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改装的问题 没有办法通过检验 是 好 我现在已经没有机车 我以前也曾经是机车族 机车的行照 现在还是有 还是有 上面也都有记载这些东西 上面没有 没有记载 上面没有 可是你验车的时候 他会去注意这些 验车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刑事的照片 就街里站都会有照片的 所以检验员会拿照片 你是说我的出身照片 这摩托车的出身照片吗 不是这一台车 但这一款车的定装照 会有 所以你的穿着 你的长相 你有没有戴眼镜 这要跟照片上是一模一样的 否则就不会通过检验 好 这个新闻有回答到 我们在网络上面问的 这个朋友的问题 其实我们这留言板上面 还蛮多朋友在 我们的聊天室里头 有些朋友说 就捧个人场 虽然说自己没有开车 也不要没有什么 其他车子的问题 但是也欢迎大家 能够到我们的 YouTube的直播 来留言 有什么问题 现在不方便 call in的话 也可以在上面留言 我们都会拿给小七看 好 其实还蛮多朋友 他们有些这个车子 我们刚聊到了那个 Fit Fit 这车子是小车 对不对 好 还蛮多朋友 开这个车子的 好 那02-250-155 150-250 250-155 15 我们的call in电话 持续 还是在开放当中 您有所有跟车子 有关的问题 都可以打电话 进来跟小七来聊一聊 好 其实我看到最近有一个 我跟家人的一个 小小的争执点 就是我们的车子 停好车子之后 这个车轮 歪一点有没有关系 还是一定要把 这个方向盘 摆正呢 它的差别在哪里 前一阵子 我们刚好 我们的这个媒体上 也刚好讨论到 这个问题 那其实这 我觉得分几点来看 两点 第一个 你如果是不是停在平地 有差别吗 当然有差别 如果你停在坡道的话 你的方向盘 势必是要打一个角度的 会比较安全 对 停在坡道上 打一个角度 打这个角度的帮助是什么 就是万一 你的手下车 或者是你 档位没有确实排到P档 自排车的话 它车辆在滑动的过程当中 可以造成的损害会比较少 因为像如果我们车停在右侧 斜坡是往上的话 那我们应该把方向盘 停车的时候打到左侧 为什么呢 如果万一滑下来的时候 可以让它滑的距离变比较少 就稍微点卡卡 没有那么顺的撸下去了 对对对 它就会直接往旁边走 这是在坡上停车的时候 要注意的 那如果不是停在坡上呢 那我们就要考虑到 你车子的耐用性了 好 那应该怎么说呢 那平常如果说我们都知道现在车的动力方向盘 对 那动力方向盘呢 大多数的车都是靠油压控制的 所以你方向盘转一个角度之后呢 它油压管的压力就大了 那所以如果你停车 没有停在 没有把方向盘打正的话 其实那个动力辅助的油管的压力都很大 那长久以来 长久之后呢 当然会对这个 它的耐用性会产生一定的考验 然后比较容易产生漏油的状况 是 所以像我个人的习惯 我如果停在停车场或平地的话 我是手刹车一定会确认拉好 然后档位一定会打在P档 那我就会把方向盘摆正 方向盘如果没有摆正 我其实会比较担心 有时候我们开始开动的时候 其实方向盘是歪的 然后其实就可能就往旁边撞过去了 会担心 好像现在有些车子他们聪明 你的方向盘有没有摆正 你不用下车去看一下 你的轮子有没有正 他们有一些其他的辅助是不是 他以表板上会显示 你方向盘现在的跺脚是几度 就是那个轮子有没有摆正 对 好 那个有摆正 其实除非在坡道 除非在坡道 不然的话 其实基本上还是要把这个方向盘摆正 有时候你以为它正 其实它搞不好 就转了一个大角度 它是歪的 那就更危险了 好 02-25-015-15 02-25-015-15 原来我们刚刚广告还没有进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持续开放call in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每周一到五 上午十点钟 邀请明家 郑村琪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龙斌 许巧新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上午十点 重磅出击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每周一到五 傍晚五点钟 邀请李俊逸 王玉敏 钟嘉宾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下午五点 准时收听 新闻网改版咯 重新出发 谢彦荣七点钟 三十五分钟早报新闻 李雅园十二点午餐新闻 黄力凤十八点新闻院 还有十分钟早报 新闻早点名 理财APP 手机 桌机 收音机 锁定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要广 全球大势不漏网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好 现在时间是十一点五十一分 欢迎回到中广新闻的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庆林 在我旁边的是小七车观点 小七曾燕豪 好 小七车观点是我们台湾 算是一个蛮大的车媒体 在网络上面 它有很多很多的车子 试车等相关资讯 您都可以上去去参考 买车之前去做功课 好 在我们电话线上 02-25-015-15 请问哪里打来怎么称呼 永康朱先生 对对对 我每天早上一大早六点就要请你 那不抱十五分钟 谢谢 你讲得不错啦 谢谢 那个这位外众大哥也好啦 大家都好啦 好 我们今天是小七 其实我对那个 除外众人的劳动条件 我真的我也很熟悉啦 可以说算是有看天吃饭啦 风险高 报酬比例算起来并不理想啦 是 因为我以前是32年水电老板 我在营建工地差不多20几年啦 其实我们在工地的风险 在配管工程 配电工程 都具有高风险啦 像那个坠肉啦 像那个车厚啦 像那个 也都是 其实也都是和那个物压众一样工作 是 好 谢谢对永康朱先生 那我今天就是说 请问一件事情啦 说那个 外众人的劳动条件 其实我们像我们水电临时工 一天现在是1600 是200块啦 外众人的一个小时 差不多158块啦 那所以说 请问那个外众人大哥 小英总统对我们 劳工的照顾 有没有像心中讲的 是一块弱 政府对无一定故事 好 那个朱先生 因为我们今天 不是那个外众大哥 外众大哥 你要去那影片去看 昨天 叶容主播的那一集节目 是一个外众大哥 那今天是 就是小汽车观点 小汽曾燕豪 他是车子方面的专家 所以今天的问题 这个劳固的一些条件 我们可能 没有办法回答您 好 我们看网络上面有朋友 有问到几个问题 好 有一个朋友 他提到说 这个车子 他说 就是 熄火的时候 一定要先关冷气的风扇吗 熄火的时候 要关冷气风扇 对就是 我是不是要熄火之前 我先把冷气 给它off 其实这个习惯有 当然是最好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像现在一般车的 恒温空调 是 压缩机有很多是 自动控制的 可能一开始 发动的时候 压缩机也不会咬合 所以其实 对车的伤害来讲 是不大 那当然有这个习惯 我认为是比较好的 是 好 我有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你在这个 快要到目的地之前 大概30秒钟 一分钟 你就先关掉冷气 让它那个冷气里头的一些水气 稍微的可以先跑掉一些 对车子会更好 对人体会更好 对人体会更好 对人体里面积水气 涨霉等等 好 有听众朋友 陈振宏在网络上面问说 请问手自排或自手排的变速箱 耐用度好吗 手自排和自手排 这两个虽然顺序不一样 但是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一般来讲 手自排就是传统的抑压自排 加上手动选择档位的功能 比如说在方向盘上会有拨片 或者是排档杆 可以有加减的符号 可以进退档 那这个坦白讲是比较成熟的科技 因为很久以前就有了 那自手排的话呢 它基本上是一个手排变速箱的主体 加上自动排档的功能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手排的 但是那根排档杆呢 它是电脑自动帮你排 好聪明哦 变成自排 所以这个科技因为是比较属于近十几年 二十年来 比较成熟的科技了 所以这个当然妥善率方面呢 跟发展比较久的手自排比较起来的话 这个的妥善率会稍微没有那么强 好希望给陈先生能够有答复了 我们可能只能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了 因为现在时间有限了 有朋友问说 车子第一年买全显 车子后来有点刮伤哦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出显 去考期呢 划不划算啊 其实全显现在分很多种 那大致上来讲分甲乙丙三种 那如果假式的话是不含不明车损的 这你当然可以出显 因为不用报案记录就可以出显 可是我第二年是不是保费就比较高 对保费会稍微高一点 他有保费的系数 那一般全显也有 大部分都有支付额 就是你考一遍期 比如说一个车祸 你要支付三千块 五千块 七千块 等等 所以这你要问你的业务 看你保的显种不同 这个是会是不一样的 但我个人的建议是能不出显 尽量就不要出显了 这样会比较好 那如果有一些 比如说你有支付额的话 你去外面自己考一套刮痕 搞不好比你出显还划算 也是 这可能比你出显 或者是你第二年被增加的保费来说 都会是比较划算的 好 我们今天时间关系 今天节目要结束了 非常谢谢小汽车观点 小汽曾燕好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车子 外送等等相关的一些知识 那大家有更多的问题 或者是想要了解的话 可以到小汽车观点的网站上面去 就可以做到很多的功课了 好明天11点 还是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 明天我们空中再会了 拜拜 拜拜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